这个视频给大家录制的是 开头和结尾的打结方式 我们先看一下开头 拉住一头 绕一圈 从这个底圈绕过来 打个活结 拉紧 在随意一个钉子上 开始 多意的剪掉 我们先随意绕两下 比如 在这颗钉子上 结尾 先剪掉一点 留一点线头 这几个线都可以用来 做最后结尾 比如我们用这个线 做结尾 先放到这里 这个钩针从底下拉过去 勾出来勾过来 拉紧这一头 勾过来一点 然后松开 勾针从这个地方 拉一个活结出来 这个钩钩 这有个头 有个头 把这个拉出来的活结扣在这个钉子上面 扣住 拉着一头 这样就可以拉得很紧 这是毛线的方式 我们再用来看流水线 一样先打个活结 捞在一个钉子上 剪较多余的 这里可以留长一点 然后用大火机去烤一点 把这个线头烤一下 然后先随意捞两下 剪掉 留一点 捞一圈 在这个钉子上截尾 刚刚的方式一样 从底部 把钩过去拉出来 这个手 这个手按住钉子上这一头 使得它等下松动 因为它这个 这个流水线比较 比较容易松散 拉过来 好 现在就能保持着 我们先把钩过去 然后浅边 现在我们先把钩和钩过去 这个钩里 还有钩里 然后我们先把钩里 然后把钩里 都可以扩到钩里 然后我们先把钩里 拿出一个火箭 这个头套在这个金子上 拉紧 可以了 这个头套在这边